現在中法官現在是我們全國 以一個沒有規劃中的管制 中法官的市公所 近年五月份的時候 有上代表會提案 要花一千四百萬去蓋一個月十四名方區 而且裡面還有幾個一座規劃中 還要在地人反對 路未轉提案 前面是進行第1項的地方說明會 同樣是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現在中法市公所表示 會繼續和在地人參雄 參加這大街秀行在走 電話條讓機子和報條 是掛到溫溫溫 贊成和反對的意見都有 中法市公所近年五月 是提案幾月中法官的 十四名方區 裡面是包括一個會法庁 日夜晚上會在 沿河石庫的活動中心 開第二項睡眠會 當地立場會找一千人 來表達公的反對 反對派人說會法庁暗算要蓋在 進行後面 但是這些大坊路並沒有看 平常是在車上 跟人口是這麼多 環境空氣污染問題會影響健康 不過支持的理想說 中法是沒有規劃中 先人的最多一項就要到台中或南北 希望幸福帶來完成 中法市以前也有簡單的規劃設施 但在1986年時 因為風態作成 倒閉就掉了 其實一直是 全國唯一一個無規劃中的館市 其中所經歷告過的別辦碎片會 這當初沒有和民眾特性共識 現在要辦第二項 市長林齊憲說 民調七成的民眾支持 起希望大家理性交通 林齊憲會繼續和地方交通 表示相關的規劃和規劃方案 會讓民眾願意 可以到有共識了 這個討論專案推動的規定 記者綜合報道